今年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 要深入推进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 创新实施文化汇民工程 提高公共文化场馆免费开放服务水平 那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 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持续增长 对文化空间文化服务的品质要求越来越高 看剧逛博物馆也从过去的 有没有大不大升级为经不经好不好 文化新空间层出不穷 我们下面先跟随记者的镜头 去体验一下全新的剧场空间 浙江静云有三千多个 因彩石活动而形成的彩石坑或石窟 这些大大小小被遗弃的岩档 经过改造成为浑然天成的文化艺术空间 八号岩档被改造为一个露天书屋 九号岩档原本是一个鱼塘 顶部有一个天窗 外形就像上窄下宽的喇叭 雨水滴落下来会产生悠长的回响 利用这种独特的升学条件 传统物剧 现代舞剧音乐剧轮番上演 除了丰富的演出 这里还吸引了众多音乐爱好者 来这个独特的舞台展示自我 延档改造时 特意给地面 蓝板 墙面做了吸音措施 提升了空间升学品质 在这里不需要话筒 自带阔音和拢音效果 他的声音都是能够反坏给我 感觉是一个很大的音响 我的效果很好的 十号岩档最大 被改造为一个户外展厅和大型舞台 让我感觉非常震撼 突然间又带声出了很多一个想法 很多的灵感 岩档休闲演艺新空间开放以来 共举行120渔场各类演出 接待游客2万多人 作为从遗忘空间到旅游资源的案例 静云延档动天舞台主题展 此前在德国建筑论坛亮相 受到国内外的关注 除了独具创新的融合剧场 全空间演出的概念也正在流行 许多观众走进剧场后发现 精彩不仅在舞台大幕之间 也在舞台之外 在国家大剧院一层 咖啡厅与公共表演区域相邻 给了提前来国家大剧院的市民游客 边小气边欣赏碎片化演出的空间 像绘画 摄影 雕塑 新媒体等多种的艺术形式 在大剧院的哪个空间 都会展现我们的综合的艺术 去年底刚刚开放的北京艺术中心 也提出了全空间经营的理念 在规划建造初期 就将声光信息化等设备设施预埋 二月份以来 12场室内乐工艺演出与戏曲主题工作坊 创意打击乐工作坊等艺术普及活动 在各个角落不断上演 除了我们的演出主线以外 我们还有一条主线就是在舞台延伸以外 通过这种艺术公共空间 观众每个人亲自的参与和上手 去体验这个事情 始建于1807年的湖广会馆 今年年初休憩一新 把这个空间重新进行了规划 融入一些新的科技手段 配合一些会馆的历史 历史文化 进行了一个升级改造 让观众进行了更深一层 更丰富的一页体验 确实也感受到这个传统文化 它这个表现的更加的形式多样 然后内容的更加的丰富新颖 据统计春节期间 北京市97个剧场 共吸引观众约31万人次 如今除了以往常见的 售卖咖啡和文创产品 灵活运用剧场空间 探索新液态新场景 成为京城大小剧院的新趋势 不断拓展新空间的同时 一些传统剧场 则在借助全新的业态 最新的科技手段 打破原有的场景边界 给观众带来不一样的观赏体验 在上海南京东路的商圈中 亚洲大厦看上去有点老旧 平平无奇 不过一入夜 这里就热闹起来 这栋21层高的大厦里 有一个大剧场和19个小剧场 正在上演的是小剧场音乐剧 星级录的画材店 几百人的空间座无虚席 小剧场的话 演员就切身实际地站在你的面前 他身上的散发的气质 或者说他给你传达的情绪 是很直观的 这些创意剧场内 除了常规面向舞台的座位 还在舞台边设置了 可以移动甚至旋转的八台位 一些资深粉丝 还喜欢多刷 吉卡 观看不同演员组合的场次 和集视角 也就是坐在剧场 不同区域观看同一剧目 发现更多演出细节 你可以感受到 你就是沉浸在这个故事中的 或者说 或许你就是这个故事中的一员呢 各类剧场推陈出新 传统的博物馆 则在尝试借助科技力量 打破时空的界限 这里是中国电影博物馆 三千五百平米的大厅 正在展示的是恐龙创意视觉展 四层楼高的暴龙 从我身边走过的时候 视觉效果是非常震撼的 除了恐龙以外 这里还有海底展和星空展 观众们可以席地而坐 甚至是躺下 全身心沉浸式的感受 展览带来的快乐 这个巨型的这个荧幕特别棒 然后想让小孩 就是看看星空啊 看看恐龙 超乎了我的想象 这个园厅呢 是去年的2月4日 在我们馆落成的 它收藏了北京冬奥会 开闭幕式的立屏和地屏 以及为它配套的一个卷轴屏 再加上我们原来有的 一个悬挂曲面屏呢 打造了一个新的文化场景 历史文化和数字艺术 相结合的创新展览空间 中国电影博物馆迎来了 开馆以来最大的客流 我们赶上了一个文化新场景 新消费的一个大好时光 去年的我们全年入馆 总人数呢 达到了115万8780人次 再创历史新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